大家好,俄罗斯已经进攻乌克兰 现在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的联合行动总部已经被志愿军摧毁 顿捷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普希林也证实 俄军和顿捷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志愿军联合行动摧毁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联合行动指挥总部 另外,俄罗斯也出兵,在科里米亚方向出兵 已经解放了叫格尼切斯克,这个地区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之间非常狭窄的连接处 现在俄罗斯军队已经完全占领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本土的狭窄的连接处 那么也就是说,俄军通过狭窄的通道可以从克里米亚进入到乌克兰本土 包括文尼查 现在我了解,离克里米亚非常近的文尼查 他的郊区已经发现俄军 在布良斯克地区,俄军也有出现 在赫尔松地区,切尔诺、巴耶夫卡遭到火箭弹袭击 这个地区是乌军米24特遣队的大本营 那也就是俄军非常了解这个地区有米24乌军的空中力量 所以通过火箭弹袭击 现在这个米24全部摧毁在当地 现在看俄军吹鼓拉朽 在顿巴斯地区,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志愿军 配合着俄军 目前已经将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军事单位、军事人员 完全包围在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的正面战场 那有一部分乌军已经集体逃亡 甚至抛弃武器 现在来看有大量的乌军已经离开战场了 包括第72信息和心理行动中心 现在已经完全被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志愿军包围 那现在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我了解最新消息 已经被包围的乌克兰武装部队 第53叫奥姆布尔士兵提供人道主义走廊 允许放下武器的士兵通过人道走廊 放下武器举白旗可以活着离开这个地区 已经被围住了 就是说这个地区如果你不放下武器 最后开火命令之前你不放下武器全部消灭 如果放下武器拿出白旗放下武器 通过这个人道走廊你可以活命 就是你被包围的乌军士兵如果你放下武器 你可以活命 就离开安全的离开这个地区 就放你回家了 现在在顿涅斯地区大量的乌军被包围 已经被包围了 现在我觉得正常逻辑来说应该放下武器了 我告诉大家 乌克兰不光被俄军揍 连北约都揍乌克兰 刚刚发生的消息 今天上午乌克兰空军的一架苏-27战机 未经授权飞越罗马尼亚的领空 跨越罗马尼亚边境 被罗马尼亚的两架F-16战机击落 罗马尼亚的国防部空军已经证实了 被击落的地点是在靠近巴考空军基地 是美军空军基地 你看美国人也在揍乌克兰 F-16把F-27打下来 那不是俄军的F-27 那是乌克兰的F-27 那这架F-27为什么跑到罗马尼亚境内 就是寻求罗马尼亚 寻求北约的保护吗 结果被击落了 未经授权我就击落你 所以大家可以看现在局势非常乱 另外也可以看 北约也好美国也好 真的要保护乌克兰吗 乌克兰只是北约的一个工具 一个棋子而已 这最搞笑的事情 两边都揍乌克兰 是不我之前讲的 你看美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肢解乌克兰 一起肢解乌克兰 现在就非常清楚 俄罗斯揍乌克兰 美国又击落苏-27 乌克兰苏-27 那现在来看 在敦巴斯地区 乌克兰的在敦巴斯地区 就原有国境 国境线内的这些乌克兰士兵 很有可能就被俄军和 顿捷斯克人民共和 卢干斯克人民共和 志愿军全部 全部揭秘了 那现在看呢 在顿捷斯克和卢干斯克方向 原来包围顿捷斯克和卢干斯克的 乌克兰方面的这些士兵 很有可能被俄军全接 有一部分人员已经撤离了 甚至抛下武器 脱下军装 化装成老百姓 抛了 有一部分拒绝方向武器 现在已经被围困起来 所以在顿捷斯方向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 顿捷斯方向 未来呢 就是打造战场 等待一个时机 最后将拒绝投降的这些右翼 对吧 乌克兰一些右翼 右区的这些人 直接全部包围圈里面 全部炸死就完了 放下武器这些人呢 愿意投降的 举起白旗 就可以安全的离开 有个安全通道 这是乌东地区未来的局势 那乌克兰 他这个乌东地区 顿捷斯克 卢干斯克 他历史上的边界 俄罗斯用一天时间 就给人恢复了 非常神速啊 你可以看 一天时间就恢复了 顿捷斯克人民国国 卢干斯克人民国国 完全恢复了领土啊 那下一步呢 包括赫尔松 奥德萨 基辅 哈尔科夫 俄罗斯会全部占领 有最新的消息 我再及时给大家汇报